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海洋老师官方频道 请按YouTube右下角订阅 再按小铃铛 选择接收全部通知 就可以接收到海洋老师发布影片的讯息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主题是十二生肖 谁天生具有理财经头脑 这个会理财很不容易 常常人家都会说 你会理财吗 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呢 你赚了很多钱 但是有没有把财理好呢 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理财的 包括我自己 其实理财是真的还蛮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 第一个呢 理财高手他不一定要赚很多钱 他就可以把财理得非常好 而且变成非常有钱 这个理呢就是你要 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逻辑 或者呢你要有一些 投资的管道 很多人呢比如说 在赚了一些钱以后存了一笔钱 他会去买楼 买股票 买基金 甚至呢做一些旗子的买卖 买黄金买外汇外币都可能 所以呢你在理财的同时呢 到底呢有没有帮自己赚进更多的钱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别人 为什么他那么有钱 都不知道人家都一直在理财 不是光上班而已啊 对不对 上班族的话 很多上班族也变得很有钱 是为什么 因为他就会理财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呢 理财的方方面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那当然也要有运势哦 如果运势不好的话 当然你所理的财就越理越少 有可能啊 为什么你投资黄金 结果黄金是跌啊 那你要用钱的时候一卖 哇 产赔 那也有人呢 买了那个基金啊 基金也产赔 然后买了外币的外币也产赔 很多啊 经常会干这种事的人也是很多 只是说 这个就是平常你没有做功课 我觉得做功课是很重要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道听途说 然后呢三来自比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跟钱财有关的事情 跟事业有关的 都是需要逻辑的 而且呢你需要有一些方法 在《易经》里面讲日月阴阳 什么叫日月阴阳 就是我们讲那个太极 它有时候会好有时候就不好 就像我们白天是看到太阳 晚上看到月亮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它有一些运势 它是会有一些运势来转变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看 十二生肖里面呢到底谁最会理财 好 老鼠 这个老鼠很厉害喔 老鼠呢如果国力是 4月8月10月11月生的人呢 你的理财方式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的相当有逻辑性 那这种方式呢可能你会理到 一千块变成一万块 一万块可能变成 十万块 十万块可能就变成一百万了 所以呢很多人呢 将存下来的一笔钱呢 好好的来去做一些投资 然后理财还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他如何结税啊 还有呢他怎么样呢 不让自己花太多钱啊 量入为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很多人是量入为出的 比如说我今天我每个月呢 赚六万块五万块 但是呢我希望存下两万块 他就会很多东西 他就不会去花大钱 比如说去餐馆吃大餐 比如说买高贵的这个用品 或者呢买很昂贵的衣服鞋子 他就不会买 像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把钱存下来 其实像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 如果能用的东西 有人给二手 我们也会拿来用哦 那很多是这样子 他除了拿二手东西来用以外呢 还会去别送什么东西 他就尽量用在他最恰当的地方 所以呢这种呢 花现金的人比较容易 比如说刷卡的人 他喜欢刷卡就不会很有钱 为什么 卡一刷不痛不痒 拿现金出来会痛会痒哦 为什么哎呦 五千耶哎呦一万耶 所以呢你不会理财吗 把钱收起来 把那个卡收起来 你就会变得更会理财 好那老鼠呢 四月八月十月十一月 他就理财的金头脑 太厉害了 他的理的财呢 他可以投资很多哦 比如说基金 股票 甚至呢 黄金买卖 期货 他有可能都是会做这些比较容易呢 很快看到钱的东西 好所以呢也恭喜呢 如果你是上榜的朋友们呢 你的金头脑真是可以教教别人怎么样理财了 好来接着下来 第二个生肖是老虎 好 生肖里面不是没人都那么会理财哦 我已经跳过了牛了哦 属牛的会理财的也有不是没有 但是基本上来讲都是比较 存了一大笔钱以后呢 去买房地产的比较多 那我讲会理财不一定是买房地产 很多方面哦很多方面 好老虎 老虎是很会赚钱的 而且他也相当会理财 他会理财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你大概没办法想象哦 比如说我现在呢 开一家小公司 我预计呢 我三年内我要扩张到什么程度 我要开一家工厂 然后呢他的计划就开始哦 他就会付诸实现 这个理财的计划是非常厉害的 他会看到什么东西可以赚钱 他就往那个方向去 例如说我现在做口罩 口罩会赚钱 他就去弄几部机器开始做口罩 诶 多厉害的理财方式啊 很多人不是啊 不变永远不变 什么叫不变呢 我做地砖就永远做地砖 然后我做地板永远做地板 我其他我都不做 对不对好 房地产好的时候你的生意就很好 房地产不好的时候你就不好对不对 这个就是不会理财 会理财人他会看看周边有什么行业 还有他周边的行业呢 可以让他赚更快的钱 那这种厉害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厉害到哦你会发现哎他转业啦 怎么忽然间他又多了一个行业出来啦 他所赚来的钱呢 他会用最少的钱花挥到最大的利益 这种理财的方式才是最厉害的哦 我常讲说哦一个人呢 如果会将钱用在得当的地方 老的时候不怕没钱 那女人通常都会买买什么 首饰啊钻石啊黄金啊 甚至呢房地产啦 但是男人的话就不一样哦 他会将他的理财方向呢 用很多的方法来改变 比如说现在这个行业很好 他就会开始集资一笔钱 去投资这个行业 自己就想尽办法去往这个行业去投资 这种理财方式是很厉害的 另外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上市公司 都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多 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有钱 还有哦你看哦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李嘉诚他跨行跨也跨很大 包括买店面 租给人家开金四店 然后呢去买房地产 然后呢开航运公司 很多大企业都是这样发机的 他的理财方式是完全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光是精准投资而已 还有他一定会找那种利润最好的做 利润最好的 比如说航空公司稳定的时候呢 航空公司获利是很下人 尤其是航空货运 他是固定的 他就会去做这样的行业 这种理财才厉害哦 所以呢小钱可以变大钱 大钱可以变无限的钱出来 老虎你上榜了吗 来4月8月10月11月 恭喜你 如果是你是这样的老板 哦那就非常好 如果你还没有上榜年轻的 轻赶快哦 好好的深思熟虑一下 看接着下来要去投资什么行业哦 好接着下来我们开始属龙的 属龙的出生月如果在国立4月8月10月11月的人呢 他为什么会理财呢 属龙的他是平常是保守派的 有两极化的一种是保守派 但是呢另外一种就是 他也属于那种 比较敢大胆投资的 但内心里面还是保守的 什么叫保守呢 他会将一笔钱呢先顾好 比如说他安居的地方 买楼买房 他家办公室他都会先搞定 如果我开一家公司 我会先买一家办公室 然后呢我居家呢我可以买小一点 但是他办公室他把它做到 他就会刚好不一样 很多人是居家买很大 但是呢办公室很小 他完全不一样 这种就很厉害了 然后办公室里面呢 他一定要呢 能够呢让客户觉得 他是事业做很大的 这个也是很厉害 不一定是用买的也可能是用租的 但是呢他会精打细算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我这批货出去我要获利多少 然后我的税金要多少 我的可以拿到的钱是多少 然后呢万一 万一他会算哦万一有什么trouble的时候 我会损失多少 我告诉各位哦 停损停利都很重要哦 很多人不懂得停损 就是说做股票也不懂停损 哇放空 看那个股票在大涨的时候那放空 而在大跌他就放空 在大涨的时候拼命追 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穷人变成有钱人 就是他懂得开始他要获多少利益 他这种理财方式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 好一般人的理财方式是说 我现在有支票进来 然后呢我兑现了 然后我或者有我的LC进来 我大概可以拿到多少钱了 他从来没有想说 我这些人花出去的钱 跟收进来的钱 到底有没有可以平衡 不会大部分人不会这样算 只有获利很大的时候才会看到 才会看到 那至于个人的理财呢 他也是如此哦 他会先看我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然后我可以投资什么 或者呢我可以买什么 很多人去买什么 比如说外币好的时候 美金好的时候大家去买美金 人民币好的时候去买人民币 欧币好 欧元好的时候大家去买欧元 黄金 黄金跌下来的时候他就去买黄金 甚至呢他觉得石油很好 他就会做石油期货 大豆期货 例如这样的东西他就去投资 所以呢有很多人呢 其实呢有钱是要具有一点点冒险氾难的精神 但是呢他要精打细算 什么叫精打细算 就是说我必须要知道说我这些钱赚进来以后 我能够存下多少 很多人做生意是他看起来钱很大 表面上都很大 但实际上他用掉的钱他花掉的人力物力 所有的仓储费用 运输费用加一加扣一扣根本不够 这就是没有办法呢 去把它handle很好的那种理财方式 好那所以呢属龙的理财方式是金头脑 真的金头脑就算书念不多他也是金头脑 他会算盘背在前面 计算机背计算机背在右边 算盘背在左边他永远都是 心里都有OS要算算算算算 就是精打细算 好恭喜你喔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属舍的 属舍的呢4月8月10月11月生的国力 这种人呢有两种极端 一种是非常保守的理财方式 一种是非常呢大而化制的理财方式 好那大而化制的理财方式 我们先谈一谈 大而化制的理财方式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最近呢看到呢 某些物品比如说面膜 记得十几年前面膜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好 医美非常好 20年前医美就开始非常好 那面膜哇大家在兴盛面膜的时候 他就会去包下一家工厂 然后去做面膜 去做医美的产品 很多人去做仪器对不对 但是做仪器基本上呢 它是属于百年不坏的东西喔 比如说你卖一台保险箱 跟卖一台汽车差多少 聪明人他卖汽车他不卖保险箱 为什么保险箱每一个家庭买了一部以后呢 不会再有第二部 然后呢车子不一样 车子如果家里三个人会开车 他会买三部车 这个就是他判断的结果 属蛇的朋友就有这么厉害的地方 他会判断 比如说我卖米 什么米会最好卖 那个原子米原子米 鸢米啊还是鸡米啊 他就会分析喔 他看什么时候呢 哪些米在什么时候销量最好 比如说端午节 他就知道大家要什么 饱肉桑糯米一定最好 所以他那段时间他会去卖糯米 喔 他除了白米以外他卖糯米 他觉得现在大家都喜欢亚生 他就开始做什么 糙米饭 糙米 所以呢你知道理财有很多方式喔 不一定只是呢 你去什么做基金啊做股票啊之类的 他投资这样的公司 或者呢投资这样的股票公司 他就很厉害了 比如说我买股票 我就要买这样的公司 台积电现在很好 但很多人买台积电赔钱啊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也会起起伏伏啊 那你就是太急了 就会赔钱 那八字不合 磁场不合你也会赔钱 有些买红海也会赔钱 也会赚钱 所以呢你要看喔 磁场合的 你一次单 两次单 三次单你就知道了 如果磁场不合的 你就算买的他也不会赚到钱 好 属蛇的他就有这种 看不行 转业 转行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比如说他当名嘴 当后面他当什么 去当演员 赚钱更快 名嘴一个上 上一个场才多少钱啊 然后他到处去演讲 他名嘴不是这样 他演讲开了价码就好几万了 对不对 然后呢水涨船高 后来十万八万 你看他十万八万 他要上电视要上多久 这个就是他理财方式 他会扩张周边的事业 这种理财方式是最厉害的 就是说他会想尽办法来扩张 那其实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说 为什么他有钱 原来是这样有钱的 他要想尽办法来扩张 然后呢还不止这样子的 他这样赚来的钱呢 一面看看哪个地方location最好 他就开始卖房了 哪个股票最好 他就觉得哇最近 他就会开始看理财周刊 或者什么周刊 跟钱财有关的那些周刊 或者呢网络查一查 觉得哪几家公司好 他就开始往那几家公司去买股票 而且不是现买现卖哦 很多人的理财方式是设定三年五年十年 其实呢我常讲哦 一个人除非你遇到不良的厂商 遇到不良的上市公司才会赔钱 否则基本上赔的不会太多 赔的不会太多 除非是得了股灾 像我们现在今年是得了人灾 人的瘟疫嘛 以前都中贵这啊就是鸡的瘟疫 啊猪瘟嘛 然后就现在是人瘟嘛 那除非碰到这种大事情嘛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属蛇的朋友也是满厉害的 就是具有理财金头脑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属马的 属马的很会算钱 但不一定很会理财 他为什么会上榜呢 因为他算的是大钱 他不算小钱 他觉得说 我这个钱呢 我现在有一千块 然后我存下来变成一万了 然后一个月存了一千 十个月以后一万 一万他开始要想到 我这一万块要干什么 他就不会随便乱买东西的 除了该买的他会买一万 他就会开始想 如果没有非必要 他就去买那种打折品 打折品 你知道 打到骨折那种打折品 衣服啊鞋子啊什么包包啊什么 都会去买那种打折品 二手物也可以 这种厉害在哪里 他就什么都会把那些钱省下来 比如说人家剪头发 他会去探厅 哦那家剪个四千块 烫一个头四千 另外一家三千五 另外一家两千五 问到一家最便宜的 七百五 他就会去七百五那家 他就周边先探厅 哪里最便宜往哪里去 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你看不出来哦 他平常哦 看起来大大大的很会花钱 但是他在省钱的方面也是超级厉害 你看他四千块到七百五 他多少钱 他到三千多块 人家理一次头 他可以理四次头 还有找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数码的 很多人的理财方式 都有不同的一些优点 我们都可以学习 另外的话呢 数码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 除了会比价以外呢 他一定会把钱存下来 绝对会把钱存下来 我看我周边数码的朋友 比如说他 穿金带银 但实际上呢 他的东西真的都很贵吗 不一定 不一定哦 他就会找那种看起来有价值的东西 不一定是很贵的 但很多人 一个手头花两三百万 但是他带起来呢 他带个十万八万的东西 看起来就像一两百万 就是他懂得理财 很多人呢 他并不知道说原来呢 哇人家买三百万 三百万拿来卖的时候呢 能够卖到三百万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实际好可能还可以 实际不好呢 就不是了 另外他买车 他会去买二手车 或者呢 比较新的二手车 为什么 他这种理财方式也没有错 因为新车一下来 都变成了旧车 好 越贵的车一落地 赔的越快 对不对 不然你开马萨拉迪看看 开宾利看看 开宝马看看 就不一样啊 所以呢 你开便士跟宾利 价位差这么多 那法拉里也一样啊 一台多好几百 那开宾市也好几百 但是呢 宾市的折旧呢 就比较低 他就选择用折旧低的 折旧少的 使用年限长的 保养费用便宜的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不要小看一些人 他为什么有钱 奇怪 他赚的钱没很多啊 为什么一下他这么被黄疼打 原来他的理财方式 是别人不知道的 而且别人也不肯用的 找餐厅吃饭也一样哦 这家餐厅 你吃一餐要花三千五 这家餐厅呢 他只要花一千五 菜色差不多 他会去找一千五的 他觉得面子不是重要 钱才最重要 所以呢 你要看看 很多人为了面子 花了无望之灾的钱 花了不应该花的钱 但是呢 很多人呢 花了这些钱 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这是数码的厉害的地方 如果他有钱的话 他会买那种 看起来不起眼的土地 但是呢 很快长起来的那种 他不一定是买很大的 小小的他也会买 理财方式很厉害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属猴的 属猴的四月八月十月十一月 出生的国立的 他的理财方式是什么样 他是赚五鬼财 什么叫五鬼财 比如说夜店生意啊 卡拉OK生意啊 他就会开连锁 他这种叫五鬼财 但可能他也会去投资那些赌场 比如说有钱以后 他开始去搜索那些赌场的老板 开那种赌场 通常呢 这种生意呢 一般赚钱都很快 我们知道香港的何鸿生 他就专门开赌场 以前是怎么样发机 很多人都知道啊 对不对 还有呢很多人知道说 以前在 在那个 五厅门口 帮人家开计程车的司机 认识了大老板以后 跟着大老板旁边 不得了 跟着辉煌腾达 后来变成他是大老板 所以呢 要发机其实并不难 这种理财方式是最厉害的 哪里有钱哪里赚 哪里有钱呢 跟着那个有钱人走 他就很聪明啊 这种就是跟着有钱人 跟着有权有势的人 钱全是他都要 所以呢 属猴的人呢 他永远他的level 他的朋友圈 都是很高档的 这种很高档的朋友呢 对他帮助是很大的 他这种不用这一礼啊 别人会教他 而且别人会帮忙他 对不对 我现在是小弟哦 我现在是小妹哦 有个大哥哥大姐姐哦 阿姨伯伯叔叔哦 对不对 他就跟着 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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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不要说他跟屁虫 他就是跟屁虫 跟得很厉害 而且呢越跟越有钱 你看多厉害 因为这些人 他们所赚的钱呢 就跟一般人赚的钱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想尽办法 跟着有钱人的后面走 有钱人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什么 有钱人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所以呢 他周遭的人都是他的贵人 因为呢 有很多贵人而赚到钱的很多 这种理财方式是一等一的 为什么 我在想 不费最非之力 就是跟一跟吃吃饭 奉奉茶 对不对 送送礼物就有钱了 另外一种的 属猴的也有另一种 肯打拼的 这种肯打拼的他就也是一样 耳朵听的 眼睛看的 而且他实地有经验过的 他才会去做 他比如说看到谁赚了很多钱 然后听到谁赚了很多钱 他说这么好赚吗 他就有个OS在想 真的是这么好赚吗 然后这样的理财方式对吗 他就开始深思熟虑 他的深思熟虑呢 跟他的金头脑有关系 这种金头脑是开始什么 脑筋开始算盘了 所以我常常讲 年轻的时候学心算很重要 心里算一算 你知道很多人算数很快 很快的 为什么他很快 很简单 你知道印度人最厉害 那个99惩罚表 比台湾那个 背99惩罚表差太多了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印度崛起那么快 有原因的 他太厉害了 光算那些算数 现在中国那些神童也很厉害 台湾也有很多神童 但这种基本上 我父母亲从小都不要 只要会背就好了 其实不是 你如果懂的那些数字 就会让你将来很有钱 你知道所以学数学的人 他是随精打细算主 学财经的人也是精打细算主 属猴的呢 对这两个行业他就有兴趣 比如说怎么样精打细算 我现在呢一千乘999 是不是99999 不是他就开始会算 那如果我用一万乘990呢 会跟这个差多少 他就开始会算哦 好我如果这个东西 我卖一万个 那我这个东西是卖1000个 那我价差呢有差 价差有差但是我的获利呢 我这边获利会比较大 还是这边获利的他开始算哦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说他所理的财 跟这些都有关系 我们常讲其实在投资上面的哦 比如说他会去计算 台积电一年可以获利多少 鸿海一年可以获利多少 台积电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鸿海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他就开始去算了 但是呢他又开始算哦 比如说台积电是这么利润这么好 那鸿海的利润比他更好 但是台积电是稳定的 他就会投资一部分台积电 他投资一部分鸿海 他两边都会占有 他不会说只投资另外一个家 另外一家而已不会 这就是什么分散他的风险 所以他理财他有分散风险的金头脑 另外的话呢他还有一个强项是什么呢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 比如说他周边的朋友做些什么行业 他观察的结果 我有三个好朋友 但是这三个好朋友做的行业差不多 为什么A家做的不是很好 B家做的比他好一点 第三家做的最好 他就会开始去思考 为什么人家做的最好 他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这么会理财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他从判断得来的 他就会开始 这家用一百个人 这家用八十个人 这家才用三十个人 一样做行业 一百个人不是更大吗 更好吗 更快吗 开销太大 他就会想 这家公司要投资一亿 这家公司要投资五千万 这家公司只要一千万 那对他来讲一亿跟一千万差距很大 投资一千万的公司反而赚钱快 投资一亿的公司反而赚钱慢 为什么 所有都是照他的SOP的流程来 然后什么都要照规矩来 等到钱到手的时候呢 已经 第三家已经赚到更多了 所以呢他就会开始思考 难道用最多的钱才能赚到最多的利益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好这就是属猴的厉害的地方 接着下来我们看属鸡的 属鸡的如果是4月8月10月11月出生的人 他怎样理财呢 刚才我讲过的那些理财方式 他都会开始去比价 比如说 我要去旅游 我要去欧洲 那我要走五个国家 我要走四个国家 他就会比哦 这五个国家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钱 然后这四个国家花多少天 花多少钱 如果钱差不多 钱差不多 比如说这边要16万 这边要15万8 好 差两千块 他就会开始思考 我多走一个国家 你看 他又省 他又多花两千块 多走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很多人不是 我要去 我只要去欧洲 我去意大利啊 法国啊 还有什么 瑞士啊 瑞典啊 走一走就好了 结果呢 他花的钱是二十几万 回来了 就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这次 哇好好玩啊 我花了二十五万 那买东买西不算了 结果呢 人家才花十五万 他已经花掉二十五万 这个属机的厉害的地方 他会上网去比较 什么东西都在网路上比较 比较价钱比较价钱 然后呢 这个便宜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便宜这个好 他就开始了 收集很多很多的 data跟资料下来 然后呢 为他所用 包括他投资的事情也一样 他理财的方式 全部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不要小看属机的 尤其是女人是精打细算的 比如说 他要买一件衣服 他就会想说 在收购买多少钱 在远期买多少钱 然后我去星光三月买多少钱 他会去比哦 就上网去查 看一下 价钱 怎么会有差价 价差 等他假日的时候 他就坐 可能坐 可能开车去 但是也可能呢 比较近一点 他就骑个脚踏车去 也有可能 他就连脚踏车的钱 连花那个 花那个公车的钱 他都不愿意花 而去一趟回来以后呢 他又多吃了一餐饭 你看哦 别人不是这样算的 好开心就好 对不对 开心就好 为什么 他觉得花一千跟花一千二 一千五没有差别太大 结果呢 他用了五百块了 多吃了一餐饭 就是他理财高手 这真的是理财高手 他还坐餐厅吃饭 还喝了一杯咖啡 别人没有 对不对 你去买了一样的差不多的东西 回来以后 所以比价很重要 并不是穷人才会比价 是越有钱的人越会比价 他的钱越存越多 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另外的话 他除了这样的理财方式呢 家里能用的 绝对不会丢 家里能吃的 他绝对不会丢 虽然你常常看到 他家里的器皿啊 东西都用了很久很久 但是呢 要让他花大钱了 比如说 修冷器 电费很贵 他在公司里面的电费很贵 他就会开始想 我这台机器 用了八年 那 我发现呢 我去年的电费 跟今年的电费差很多 一个月呢 如果差个三千块 他就会想 如果一个月差三千块 一年差三万六 我可以买两台新机器 他是正确的喔 为什么 他觉得用太久的东西 会让他破很多财 他就要换新机器 新机器一台呢 就即便让他花两万多块 但是呢 也省下一万多块 想一想 这很厉害吧 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他来讲 这个钱都是省下来的 所以我常常讲说 其实省钱是要有功夫 但是呢 太省就不好 有些人是铁公鸡 我常讲属鸡的是铁公鸡 铁公鸡就不太好 省到太离谱也不太好 那就是没有什么 动力了 赚钱就没动力了 好 不过属鸡的朋友 真是超级会理财 只要能够让他省下来的钱 他绝对不会乱花 当然从旅游到家用都一样 还有他的投资也是一样 比如说 他现在看到 最近的某些股票都很好 比如说像是洗手液啊 清洁用品啊 跟口罩啊有关的啦 这些股票都很好的时候呢 他就会很快切入 他看那个病情一开始他就会很快切入 他会快很准的切入 然后就可以开始赚到这些钱 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些有钱人 好加油咯 好接着下来 属狗的 4月8月10月11月 好属狗的呢 在国历呢 如果是这四个月份出生的也是一样 属狗的是什么 他不是非常精打细算 他是呢将钱一直存下来存下来 自己不花钱的 能够去别人手上拿到的 他就绝对不会花钱去买 然后呢朋友给的 或者人家送的礼 他绝对不会再花钱去买 所以你要看到他家里多很多东西很难 很难 然后他会比较 这个包1500 这个包800 这个包390 他帅一帅1500跟390差这么多 然后呢他就会放置1500的 那1000块的呢 跟390他也会放置1000的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的省钱方式是 能够用 而且可以用很久 这很不简单 能够用而且要用很久 比如说我用一年 我只花390块一个包包 有些人是花390一个包包 他花390一个包包 他觉得 对他来讲没有关系 无所谓 为什么 他口袋里面有钱比较重要 所以我常讲 有钱是真正口袋有钱最重要 如果口袋没有钱是没有用的 这种理财方式是太厉害了 另外一种他还会有另外一种招数 很厉害的招数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周边有人就亲朋好友 然后在亲家里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不要用 或者他就会确定说你需要我帮忙吗 人家丢东西他就你丢我捡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捡回来东西呢好用吗 当然好用啊 对他来讲是好用的对不对 所以他的钱呢都会存下来 好 当然他的投资也是一样 他精打细算的 然后看看哪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赚钱 他绝对不会买那个什么饰品 他会买黄金 他去弄个耳环他要买个黄金耳环 他觉得那个将来来卖的话还是有钱的 你买个饰品是没有钱的 卖一千块的饰品他都没有钱 他宁可买三千块的耳环 三千五的耳环 为什么因为他是黄金 对他来讲才有价值 好这属狗厉害的地方 好接下来我们看 这些人呢这么厉害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要来好好学习一番呢 是的连我都要学习 好理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石头可以变黄金 你知道以前有很多人投资那个石头 投资对的话就会变黄金 投资宝石也是一样 投资宝石投资对也会变黄金 那投资黄金对也会赚大钱 投资理财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重要 并不是说你舍不得花钱就最厉害不是 而是你将所有的钱用在对的地方 那就会让你变成非常有钱的人 好也恭喜上榜的朋友们 如果你也是有钱人但是今天没上榜 那就对你很抱歉喔 好你也是很会理财 也可以提供在我们下方留言你的理财方式 好不好 下一次呢海航老师再做一集 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再来做一集 某些生肖没有上榜 但是他还是赚大钱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团 也不要忘记了 要加我的YouTube在下方的Bar上面 要加我的LINE也在上面 然后呢要加我的微信 都在我的前面视频的下方都有 你们看到那个Bar上面都可以加 谢谢大家祝福你们 拜拜 发大财